嗯 什麼 妳是對還不對 妳怎麼欠那麼多 我是 不行 東華村是妳媽媽最重要 最喜歡的地方 我絕對不可能 搭地把它給賣的 絕對不行 好 我東華村沒丟 我跟東華村沒丟 我當成小阿成那人是要睡不著 不行 我最重要可以這樣做 我如果是沒在做 我這條錢是要去哪裡做的 不行 我絕對不可以把東華村沒丟 不行 阿姨早 走 是妳還沒來嗎 是妳 還沒呢 應該快了 妳在等他 沒有 我是在幫老闆盯那個 遠方的出席狀況 很好笑 最近出席狀況最糟的 就是妳的老闆 說人家人家 小嫂一早 玉蘭 妳不是在家裡嗎 來 早 早 阿姨 妳幹嘛這樣子 這樣那麼多 乾淨 好 好 我 奇怪喔 怎麼安靜得這麼奇怪 我媽異常安靜很奇怪 陳怡蘭異常安靜 又偷偷地在瞄起立 這更奇怪 我哪有 少污蠟別人 那妳沒有 那就是心裡面在偷偷 想什麼關係要折磨是吧 少臭美了 誰會整天把細思放在妳身上 我忙得很 可沒有美國時間在那邊整理 又多忙 起立 不好意思 妳可以去幫我買早餐嗎 小樹的早餐 一百塊給妳 所以妳要吃什麼 隨便 妳買什麼我就吃什麼 麻煩妳了 不客氣 媽 妳不是吃過早餐了嗎 沒事吧 沒事吧 不是 我是有事要跟妳們兩個人說 起立在不方便 來 妳兩個坐 坐 我問妳們 我現在說是假設 我們說假設 假設 妳們的爸爸回來了 妳們會怎樣 媽 媽 妳是要我們設身處地 替起立想 她跟她爸爸相認的事情 對不對 媽 妳人好好 我真的很慈悲心長 不是吧 我的意思 那我也懂了 阿姨是要我們從體會起立的 心情下手 然後找出最能夠安慰她的方法 來開導她 阿姨 妳好聰明喔 不是啦 媽 妳放心 為了起立 我會勸她跟她老爸相認 如果她覺得這樣很尷尬 我會跟她講 人都是要經過相處 才有感情的 我們應該多勸她 去看她爸 那如果是我們的老爸的話 她回來 我一定先狠狠臭罵她一頓 我要讓她知道 她有多不負責任 多沒有肩膀 從小到大 開那麼多空頭吃 她給我就算了 居然把一個人 活生生的人 當包裹一樣寄過來 然後我要看到 多少誠意跟回憶 我再決定要不要接受她 你幹嘛這樣 老爸我還不是很好嗎 這樣我欠你的錢 就可以全部一次還清了 還可以不用看你的歷史 你想開店就開店 不想開店就不要開店 你好 我也好 你是失智 老爸是為了什麼跑路 就是因為欠人家錢 你還指望他回來替你還錢 可是 老爸如果回來的話 他一定會被那些債主 慘得喘不過氣來 到時候就要想辦法籌錢了 可能賣東西 賣地 賣房子 搞不好最後連東華春 都會被他賣掉 世音 這麼厲害 又要準 真正正 不可能 老爸一定會想出別的辦法 他就會不會賣到東華春的 阿姨妳說對不對 沒有 應該 這裡是阿嬤的店 是老爸從小長大的地方 充滿了那麼多那麼多的回憶 老爸絕會不會賣的 最好是 你 阿嬤 阿姨 你是不是真的很不想要老爸回來 陳怡蘭 廢話妳白夢 對不起 我剛剛都沒有顧慮到阿姨的感受 我真的白目鬼 白目 好了啦 不要這樣 沒事啦 媽 我看爸欠債的事情 他可能還要跑路 跑很久很久了 妳不要擔心 凡大的事情妳就不要管了 綺莉的事情妳放心 我們會設身處地替他想的 有些事 說快不快 說慢不慢 像綺莉她爸爸 三十年沒有見了 現在不是說回來就給他回來 綺莉 謝謝 秀川阿姨 我幫妳買了一搜飯糰 謝謝 我現在還好要出去辦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你們兩個 東華春好好的給我顧好 認真的顧 不可以隨隨便便的顧 不能有一點點差錯 知道嗎 我 顧好 綺莉 這個出飯糰 等一下妳吃掉好了 吃完以後 妳跟陳月蘭兩個人 好好顧電喔 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辦 拜 等一下 陳小黃 你不能走啦 阿姨剛才說我們要好好顧電 認真的顧耶 我有認真的 把顧電的工作 交給認真工作的起立啊 所以 妳也要認真喔 拜拜 等一下 過喔 陳小黃 好 剛好 北圓 chien 星鑽 有事嗎 你是不是要到醫院看他 我陪妳一起去 我要去市場買菜了 那妳買完菜以後要做什麼 還是妳什麼時候 要去醫院看他 我陪妳一起去 我買完菜以後 跟平常一樣就是要回家 跟妳有關係的人就要死掉 妳還可以跟平常一樣 要不然我能怎樣 妳告訴我 要不然我還能怎麼樣